应该说治好了 拉吴的包虫病被治愈 但是董家红的战斗远没有结束 在接下来与虫癌的较量中 他又将采取哪些行动 创新践行时 稍后继续 AI就会立刻打开一对一的私人设计模式 创新进行时 近期播出 AI进化论 AI时代的私人定制 作为包虫病高发区域之一 国落藏族自治州 是董家红团队 每次高原一整的必经地 近年来在多方共同努力下 国落藏族自治州包虫病患病率 已从2012年的4.54% 降低到2023年的0.89% 感觉在自己身上 肩负着更加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下来我就动员国内的 更多的医生和更多的团队 到青南高原去进行主团式的医疗扶评 一诊 手术 技术代教 健康宣教 越来越多的帮扶队伍 带着先进的医疗技术 深入牧区 不仅让当地医院 对虫癌不再束手无策 甚至还能完成 复杂虫癌的手术治疗工作 让更多患者 看到了深的希望 全国爱单日 院士有话说 通过早诊早治 能够成倍地提高 感癌的治愈力 多错病取 防癌有道 精准治疗 重获希望 健康之路 尽情关注 健康之路栏目 由吉林敖冬安神补脑夜 独家冠名播出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安神补脑夜 独家冠名播出 敖冬牌安神补脑夜 安神又补脑 睡好精神好 每年的3月18日 是全国爱甘日 是关注肝脏健康 提高百姓对于肝癌的认识 和预防意识的重要日子 今天呢 我们请到了 致力于肝病研究 30多年的权威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附属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董嘉宏院长 来为您介绍 养肝爱肝护肝的好方法 欢迎董院士 您好董院士 欢迎您 您好 早期的发现 肝癌的患者 这些早期的治疗 要全国要联动 统筹的来布局 通过我们的多错病局吧 最后来预防肝癌的发生 然后降低肝癌的发病率 来提高肝癌的 长期的成活率 但您刚才其实提到了 很多未来的肝病预防 和治疗的前景 我觉得这是需要 我们全民共同来参与的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责任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 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谢谢董院士 来到节目当中 和我们中心的分享 也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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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